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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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走 刘元美 丁夏暖 我真不明白你 你这么娇贵的拙 为什么会到宫里面来 我来考察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跟你来的呗 想不到啊 曾经一起在美国 跟我蹲过耗子的陆破玉 现在摇顺一遍 变成RC集团的贵夫人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可是RC集团的 总经理夫人 你说 我要是把你做过牢的事情 放出去 平时怎么看你老公 你想要什么 让我闭嘴的方法很简单 拿钱了 埋你安心 我身上就这么多 全部给你 你以后麻烦离我远一点 几千块钱就想让我闭嘴 是你把自己身价放太低 还是把我当叫花的了 两百万 如果不给 后果自付 两百万 你在做梦吗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可不管 反正我不像你 是什么豪门阔太太 无所谓 有没有人知道我经理 闹大了 吃亏的还是你 两百万我真没有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别问那么多 拿钱就好 原来钱包在你这儿 还记得那天在医院吗 我的老板还是干什么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密码多少 我接受你分期付款 每个月往这个卡里打二十万 十个月付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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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苏总 苏总 你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工地 测量数据吗 我下午去济市开会了 就让向暖去了 他什么时候去的 怎么你都回来了 他还没回来 可能是工地的数据太复杂了 他还在测量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稍后再拨 喂 把后面的货责取消 我要去趟工地 赶紧联系一下那边的负责人 问清楚一向暖到底在哪儿 我打电话问了 那边的人说 今天一下午都没有我们公司的人去过 向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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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暖你没事吧 你醒了 我想喝水 你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 为什么还要逞强往工地跑 要是我再去晚点 你该怎么办 对不起 你发现我的时候 我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还有点儿困 想再睡会儿呢 喂 帮我调一下我找到异象暖 你前两个小时的监控记录 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人 我通通都要知道 好 我来吧 向暖 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三十九度的高温 还被别人使唤去工地干活 你怎么自己也不知道找个阴凉地啊 我这不没事吗 还没事呢 这都中暑了还没事 上次也是 辛辛苦苦做的资料 也被别人删了 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 你呀 你被在RC干了 你直接来我这儿 你爸老帅我替你查 查什么 离子姓梁 她刚醒 吃不了我 你还有脸过来 我是她丈夫 过来何清何法 有什么问题吗 丈夫 你还知道你是她丈夫吗 你让小暖一个女孩子 跑去工地里 跟一群大老爷们打交道 你算什么奶人 好了你们不要再 孙暖 小暖 没事吧 苏晨 如果你照顾不好小鲁 我来照顾小鲁 我来照顾小鲁 姓梦 我也给你一个建议 我们夫妻的事情 你少操心 我再问你 你们刚才说查什么 没什么 师兄你别说虎话了 快回公司上班吧 三十六号病人打针 灯 没事 好了 我困了 想休息 你们都出去吧 病人需要休息 你们都出去等吧 走吧 你也出去吧 给我 喂 李谣 向往你今天在工地上 确实遇到了麻烦 幸好被一个女人给救了 什么女人 还不知道身份 看起来他好像和那个人认识 再给我点时间 我查清楚 好 对了 今晚的会还开吗 不开了 你把资料发我邮箱 我在医院处理吧 好 老婆 你们这玩意吗 别跑 我在 不过你到底在忙我什么呢 我去给你买 我去给你买 谈谈 说 明明三年前你已经放弃了小梦 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缠织他 那你呢 你和他在美国待了三年 不一样没能留住他 我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 在美国三年 装什么 现在故意不承认 是在向我炫耀吗 你特地去查过我 我只是想知道 他过得好与不好 所以你查清楚了 你想说什么 你查到的就这些什么 所以这就是你报复小暖的理由 就因为他在美国那三年 没有如你所愿 对你茶饭不思 反而跟我恩恩爱爱 苏辰 王你口口声声说爱他 原来你对他的爱 也不够如此 我对他的爱还轮不到你来指点 还有 我从来都没有放任过他 被人欺负 你没有 那为什么小暖今天会在医院里啊 苏辰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看到的这些照片 全是我让人批的 全是假的 我从来都没有跟小暖在一起过 一天都没有 神仨 你说清楚啊 你不是很能查吗 你自己去查呀 就凭简单几张照片 就说他背叛你 对他充满了各种怀疑 竟然这么不相信他 你凭什么跟他在一起啊 你配吗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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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日里百发百中的苏总 今天怎么一标都不中 莫不是 惹了什么尘埃 跟小暖有关 废话 这不是你让我查的 小暖的资料吗 今天怎么拿过来了 这都是假的 什么 记前母亲口说的 他当年不是抛下你去美国招老季了吗 如果他们没在一起 那他怎么在美国这么久 还瞒着你 我怎么知道 你没问他吗 他把话题插开了 一看你就没经验 我叫你 威逼 或者利诱 二选一 什么意思 很简单 跟女人打交道的话 只要你找到他最在乎的东西 就可以 一击即中 好 你在哪儿 我带你去个地方 一叔出事之后 你不在国内 他也没有别的亲人 我只好把他造在这里 可以让我和我爸 单独说会儿话吧 嗯 妈 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为什么愿意带我见我爸 你不是想见吗 确实 在你爸出事之前 我拿着土地合同 去掌握他 可是我没想到 所以你就见变了我爸公司 是为什么 我想等你从美国回来 那时候为了保重你家 我只能卖掉地皮烧购意识 只求你能尽快回到我身边 你难道不怕我 怕 但我还想再读一次 难道你已经忘了说分手了吗 我说什么 这三年 那条短信的每一个字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不必联系了 你我之间 你我之间 到此为止 如果我说这条消息不是我发的 你信吗 那是谁发的 那是谁发的 我也想知道 他 但他让我们错过了整整三年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问你 三年前异象暖出国的那天 我喝醉了之后谁碰过我的手机 可以 这么久的事情谁记得啊 我就记得 最后是我跟江静然一起扶你回宿舍的 原来是他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拿了我的手机 给向暖发了分手短信 只有他有可能 那你岂不是错怪向暖了 是啊 现在才发现我和他有多少误会 他心里有气 这么逼着我也是应该的 我给你支个招 网术有约 旅行是爱情最好的加速器 想知道他是不是爱你 不如就趁这次度假村 项目考察的机会 和他一起出去玩一圈 美其名曰 出差 你们两个近一点 对对对 苏队 你把手搭上去 再笑一点 笑一点 对 三 二 一 这景好看 你给我多拍两张 是不是 小楠姐 小楠姐 你来这儿 我给你拍一张 来 小楠姐 过来过来 你来这儿 这儿吗 来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到时候洗出来给你看啊 走 咱们去那边 走 耀哥 你这小姑娘 怎么一点眼里见儿都没有 就好 我给你打扰了 你得过来 我给你了 你给你一张 你去哪里 你给你一张 我给你炸了 你 这个好看 我给你一张 你我给你一张 我给你一张 就好看 你 我给你一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俩先在这儿吧 我先走了 要不 这地方不会啊 到了 好吧 这是你的104 谢谢 苏队 你还是老地方吧 202 那我先进去了啊 拜拜 那我也去收拾一下房间 那个 那我的呢 你跟苏队不住一起吗 202是吧 你知道她为什么总说202吗 因为这是你生日 怎么了 没事 都这么大人了 开空调还能甩笨死我 我没甩笨 以前你就这样 大事最沉稳 小事你就 笑什么笑 以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有什么事 你就像个小蚊子一样嗡嗡嗡的 一点没变 你才是蚊子 你才是蚊子 好热 空调你没开吧 我去看一下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是热风 这么热的天 一个只能治热不能治冷的空调 我看他俩怎么办 厉害 一看就是高手 学着点 嗯 开个窗户通通风吧 我 我 我去洗个澡 哦 好 冷水冷水 快点快点 快点 好了 好 他给你水冷水 我给你水冷水 我给你水冷水 可以准备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里都多久没有维修了 什么都是坏的 真的吗 那我还真得赶紧找人修一下呀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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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问吧 你最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想 涨工资 可以啊 下个月 涨一块 我去 怎么 就这样一块啊 这也太抠了 我接个电话 你们先玩 我来 苏总 要不大冒险吧 唱个歌 他 唱歌就算了吧 我喝瓶酒吧 嗯 这组粮也太好了吧 苏总 来 继续 小楠姐 苏总 你来问 从小到大 有没有后悔的事 为什么 有 快说说啊 苏队 你出来一下 小楠姐 向暖在工地上的事 有消息了 说 那天救了她的那个女人 叫刘远美 从在美国加州因盗窃服过刑 上个月刑满释放之后 刚被遣返回国 服过刑 他们怎么认识的 来 还在查 只能说 向暖的确对我们隐瞒了很多 好 请出示一下你的工作证 我来找我朋友 易向暖是在这上班吗 不认识 她可是你们总经理夫人 你不可能不认识 你好 方便建议不说话吗 易向暖在哪儿啊 别着急 你认识易孝暖 何止是认识 可以说这几年来 对他最了解的人就是我了 你看你家他出来啊 我有事找他 孝暖出差去了 我和他是朋友 不如我们一起吃个饭 你怎么喜欢来这种地方吃东西啊 又脏又嫩 一点也不畏生 是因为在美国过得太苦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去过美国 我不仅知道你去过美国 我还知道你坐过牢 你别紧张 刚刚你说 你对易孝暖的过去三年很了解 我想大概率也只有育友了 他告诉你的吗 他可能不想面对吧 但是我倒觉得 这段经历应该崩开不是吗 你想干什么 我想帮你 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帮我 你怎么帮我 易孝暖欠我钱 你给吗 他欠你多少钱 两百万 他不会给你的 你这次找来也是因为这个吧 和我合作 你拿回你想要的 我拿回他欠我的 不抓紧良辰美景 不抓紧良辰美景 你们不会还没有 你们不会还没有 那我没说 董 兄弟 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 一定让 不须 此行 你 小暖 嗯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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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暖 我把气球给你找回来了 不要难忘了 你怎么还喝上酒了 你怎么还喝上酒了 不喝了 起来 你今天到底几岁啊 嗯 八岁 小暖妹妹 我把气球追回来了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那是我妈妈 给我买的最后一个气球了 苏辰哥哥 我没有气球了 嗯 谢谢苏辰哥哥 嗯 不行 小暖妹妹回来了 小暖妹妹回来了 流氓 小暖妹妹 小暖妹妹 哎呀 小暖妹妹 小暖 小暖妹妹 小暖妹妹 你的脸 少让让 小暖妹妹 快点走 今天我们人把所有监数都拍完了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队还连夜去江南处理他们子宫死者的烂事 所以 他不是故意不来的 怎么会故意不来 虽然苏队那个时候在生你的气 可是让你难堪的事情他可做不出来 听说你去江南考证了 怎么样 咱们这个度假村的项目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周资料会总整理清楚 不出意外的话 下周就可以办该年发布会 那就好 这个项目你跟进了大半年了 这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不就得换人了 对了 姚哥 你听说过天洋地产吗 RC和他们有过合作吗 当然啊 干这行的谁不知道天洋地产 龙头老大 做的都是过亿的项目 他们倒是派人来聊过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项目合作 怎么了 没事儿 就随便问问 二十分钟之后开会 等一下 我的手就好像落在车上了 我下去拿一趟 好 一会儿见 不是说有什么事发微信吗 要干什么 江主管 我帮你把事儿都办历续 你答应我的少女 怎么连个衣服 紫都没了 扫点声 我不是说了让你去找天洋地产的王天洋吗 你找了吗 你一个小职员 他怎么会见我 你到哪儿 他 好像在那边 度假村的概念发布会的方案 大家按照异象暖的执行 其他人全力配合 苏总 你的意思是 异象哪是负责人 没错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是他啊 这不公平 度假村的设计方案是他做的 考察资料也是他最清楚 而且这段时间他做的所有资料都没有出过错 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交给他负责最合适不过 我同意 苏晨 有事吗 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要越过我这个主管 把发布会交给异象暖负责 论资历论经验都应该是我 江仙人 你的工作能力我从来都没有指引过 但是相比能力我有更看重的东西 你不适合做负责人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三年前你做过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留下你就已经给足你情分了 苏晨 我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你 异象暖早就背叛你了 我不想你难过你知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让我跟他整整错过了三年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好 但是没用了 我告诉你 我以前喜欢异象暖 现在也是以后也只会是他 你好做为止 好 喂 刘元美 江仙人 是我 怎么了 你不是想要钱吗 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对 喂 沈记者 江州管呀 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我这儿有个惊天的消息 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报 江州管 江州管 这个牌子怎么办 你跟我来 今天是我们公司 新项目概念的发布会 异象暖是负责人 这么重要的日子不能出错 所以你找他 他不敢拒绝 但凡他要是说一个不字 你就把他以前的事都抖出来 对 技术部再做最后的检查 姐 阿兰怎么办 你这盆煮花颜色太淡了 另一盆 你还有其他花吗 我给你去看一下 好 欣欣 你帮我把所有网络和设备 都再检查一遍 你到底想干吗 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没工夫在这边搞 好 你疯了你 你怎么还敢骗我 你敢要我的钱呢 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管你哪儿要钱 两百万 让我离开 二 我带着你出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网络局团老板娘 就是在国外 通过耗子女人 放手 你没事吧 没事 她谁啊 喂 喂 苏队 秦总和颜东两个老家伙 又在这里搞事情了 行 我知道了 马上去 苏晨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去趟洗手间 你先上去 我马上就来 嗯 小暖 你不是在筹备发布会吗 怎么在这儿 我在美国的御友找过来了 她想逼我拿钱 不然就把我的事抖出去 明天她发布会 对苏晨来说至关重要 我不能让她的心血 因为我毁于一旦 所以你想怎么做 离开这里 离开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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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的事随时会曝光 只要我还留在她身边 她就会被我影响 师兄 你能再帮我一次吗 好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这里有监控 我得制造一个冲突 跟苏晨坦白 好 好 走 幸好你赶过来 稳住了局面 让你查的女人 你查到了吗 就是刘媛美 不过 已经跑掉了 我已经驾向了安保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向南呢 我也没见着她 她去电话里跟我说 她今天有急事 让我替她准备 李奥 你跟我走一趟 查到了 易小姐当时在酒店停车上 好 没成功 被义向暖跑了 你躲一阵儿 等我消息 苏晨 苏晨你别走那么快 你都没听见他们具体说什么 万一老季和向暖真有什么 他们哪里会等到现在 哪里会这么迷目张胆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喂 喂 等我啊 几千目和易相短 你好 我是刚才那位苏总的同事 他要我来考验一下刚才的视频 我看下证件 嗯 几千目 你可真帮了我大忙 小暖 你想好了吗 如果真的跟他离婚的话 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嗯 我知道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我这样做 一旦 我曾经坐过牢的事情曝光了 他们一定会抓住不放的 我不能因为我 让苏晨那么多年的努力白费 可是 这不一定是苏晨想要的 但我什么都不做 让他替我承受这些 我更做不到 对我死心 失望 他可能更容易放手一些 对我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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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孟呢 如果我不告诉你的 苏晨 孝孟 孝孟 你没事吧 师兄 我留和他说 好 苏晨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努力地去接受你 有些感情没了就是没了 这些日子 你监视我 控制我 放任别人来欺负我 就姑息那些始作俑者 最后受伤的还是我 你放了我吧 易相娃 你别演了 我不相信你喜欢季芊慕 你已经骗了我整整三年 你以为我今天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吗 虽然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你变成这样 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不会再信了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苏晨 我们离婚吧 易相娃 我们走 相娃 相娃 其实你要是真舍不得她 就去找她吧 师兄你说得没错 说出离婚就很难回头了 一切都到此为止吧 那你下一步怎么打算 你要怎么对付艳南他们 我倒是只能见招拆招了 不管你准备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 毕竟 我是你的后盾嘛 纯属于朋友的那种后盾 谢谢你 艾世兄 我想一个人敬一敬 来 好 小暖 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 以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有什么事 你就像个小蚊子一样 嗡嗡叫 一览没变 你才是蚊子 她更适合 有情依上没尽头 别人连路追悄 希望是我爱而不舍的 我都忘了 放开 行 这是第几次 说谎了 原来没爱过 原来没想过 原来没想过 在你身后的我 会如此难过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都照你说的办好了 一会儿只要把易香暖引来 我就把稷钱目带到客房 再把季千木的备用房卡给他 很好 你一向南我就不信了 这次苏晨看到你和季千木 在同一间房间 还没相信 谢谢 赵总 季总 过来了 好久不见 看季总比以前潇洒多了 老季也太嘚瑟了 你可别冲动啊 哥 赵总 苏总 过来了 听说你们二位共同合作开发 我感觉还有点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怎么讲 听说季总和苏太太关系匪浅哪 苏总打婚当日 季总还特地跑过去抢婚了吗 这可能都是谣传吧 赵总 多数误会 好 你们两个说 我去看看颜总 嗯 嗯